最新一期《向往的生活》预告中,杨子来到了蘑菇屋做客。 到达之后,杨子整个就是一种笑得停不下来的节奏。 细心的观众发现,杨子和张艺兴的互动有点甜。 一起中树的时候,杨子挽着张艺兴的胳膊, 两个人有说有笑,场面特别有暗。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晚上大家一起泡脚时, 张艺兴和杨子居然穿着同款的睡衣, 似乎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张艺兴透过和酒望向杨子的温柔目光。 再看这张节目路透照,张艺兴骑着三轮车载着穿同款衣服的杨子出行, 会有一副小夫妻进城的样式。 看节目组织剪辑,范姐都要怀疑她们真在一起了? 浴室先辟谣,其实最开始将杨子和张艺兴牵扯在一起的 是1月份的一个爆料。 有位网友爆出了4个惊天大瓜。 当时,很多人都有些震惊, 前两条在发文之前都已经实锤了。 对于后两条,大家半信半疑, 更多的是吃瓜观望的态度, 毕竟,杨子和张艺兴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对此,张艺兴和杨子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张艺兴表示,sorry,只有3只猫。 工作人员也表示,张艺兴目前正处于单身状态。 杨子后援会同样直白地声明, 艺人现在是单身,专注拍戏中。 虽然两人的回应暂时把这段绯闻压了下去, 但是网友并不买账。 表示,这看起来更像是此地无银300两的操作。 随着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离婚, 预言里的第三条也被证实了。 大家的八卦之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毕竟,娱乐圈先辟谣,后打脸的事件时有发生。 4月底,乐华娱乐公司老板杜华点赞了一条微博, 又把杨子和张艺兴送上了热搜。 于是,有人怀疑, 杜华作为业内人士可能知道些什么内幕。 正在大家浮想连篇之时, 杜华又取消了点赞,并发文澄清, 对不起,守华。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杜华这波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操作, 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两人焦急。 话说,张艺兴和杨子, 一个是唱跳演俱佳的全能型艺人, 一个是红极一时的流量小花。 两人在工作中并没有焦急, 八杆子打不着的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又为什么被牵扯在一起呢? 细心的网友发现, 2019年张艺兴的巡回演唱会, 杨子就给张艺兴录过祝福视频, 而且还在现场出现过。 虽然没有同框, 但是可以看出杨子很支持张艺兴。 回看两个人第一次同框参加节目, 杨子目目转睛地看着张艺兴在表演, 一副小迷媚的样子。 但是当时不太熟悉, 张艺兴还小心翼翼地称呼杨子为杨子小姐, 而杨子则称呼她为张艺兴哥哥。 后来在同框出现的时候, 两个人明显地熟悉了很多。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两个人共同被评为年度全能明星。 为了和杨子聊天, 张艺兴不仅跟其他艺人换座位, 甚至在颁奖过程中被叫到名字都没有听到。 而杨子要上台的时候, 张艺兴则很绅士地弯腰扶着她。 这场景难怪有人磕。 而去年杨子生人那天, 张艺兴发的一条微博被网友说成了意味深场。 原来张艺兴庆祝自己的微博粉丝过5000万, 用了紫色的蜡舞, 被网友理解成为在很隐晦地向某个人告白。 还有网友扒出, 虽然有时间差, 但两个人发过类似的情侣文案。 这样看下来,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其实还是蛮多的, 都是好兄弟。 有意思的是, 在爱情观方面, 两个人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爱情观, 张艺兴说自己跟曾经饰演的二月红很相似, 希望自始至终喜欢一个人, 而且很期待这种爱情的出现。 在一次节目中, 她也提到过, 希望以后的伴侣人善心美, 甚至还吐露了一个让众人都不太理解的想法。 她说想跟女朋友讨论编曲和舞蹈, 大家直呼她想找的不是女朋友, 而是一个制作人兼助理。 听完之后, 她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很认真地询问大家, 怎么能知道一个女孩是否合适自己? 这足以看得出来, 她的确很想谈恋爱。 相对而言, 杨子的经历就比张艺兴丰富一些。 杨子曾明确表示过, 在自己的家里父母很相爱, 受父母的影响, 她也希望能遇到这种感情。 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对方很温暖细腻, 而且能够像爸爸照顾妈妈那样来照顾自己。 对于感情的态度上, 两个人都期待一份美好的爱情, 希望能够相知相守, 共同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 虽然张艺兴丰富和杨子之间有不少让人浮想连篇的细节, 但范姐还是相信, 这不过是节目组故意在搞事情。 毕竟杨子对感情不是那种藏着掖着的人, 她曾公开过两段恋情, 她的初恋是大学同学贺鹏, 两个人在学校结缘, 但是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 这些年, 贺鹏一直不温不火,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陈情令中饰演的一个反面角色。 杨子第二段公开的恋情便是于秦俊杰, 两人因青云志结缘, 在一起后又合拍了《龙珠传奇》, 剧中剧外疯狂撒狗粮, 让人怎么看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是好景不长, 不到两年两人便宣布分手, 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原因, 但是秦俊杰与张雪莹同喝一碗胡辣汤的举动, 让网友认为这是导火索, 因而她也背上了渣男的骂名。 后来杨子仿佛成了男神收割机, 跟众多当红男星合作, 邓伦、李宪、肖战等, 每一个都CP感十足, 但是都没有传出绯闻。 他和邓伦在片场日常打打闹闹, 聊天打游戏, 没事还撩个头发, 但别想入非非。 邓伦表示, 我和杨子的友谊已经好到了无性别之分了, 华重点, 没有男女之情。 杨子和李宪在片场也是各种田, 两人在一起, 杨子搞笑逗趣, 李宪能笑得眉眼。 可当主持人问李宪会不会跟杨子在一起时, 他直呼, 太过分了吧, 你让我对我兄弟动心。 凭借杨子的这种能力, 和张艺兴关系好,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 2022年1月9日, 很多营销号发文表示, 航天史诗电视剧《苍穹之北》即将开机, 主演定下了杨子、张艺兴、袁权, 导演是《大江大河》的导演黄伟。 《苍穹之北》的剧情, 航天工程师安福成听到中国启动全球导航系统北斗三号的建设的消息, 辞去了海外高薪工作, 加入了北斗研发团队。 安福成在恩施国家通信中心主任邓广春的支持下, 招募了曾因失败而失去自信的工程师吴童, 以及追寻自我价值的天才程序员夏飞雪, 组成了三人小组, 提出了全新的卫星系统方案, 并且被纳入核心研发团队中的故事。 张艺兴和袁权已经在电视剧《落花时节》中合作过一次了, 所以他们很有默契, 而杨子和张艺兴从来没有合作过电视剧, 但是他们在综艺节目中合作过 湖南卫视真人秀《向往的生活舞》。 在此之前,杨子和张艺兴甚至还传出过绯闻。 杨子和张艺兴第一次在《向往的生活舞》中相遇时, 张艺兴还喊杨子是绯闻女友, 差点把杨子吓回家。 由此可见, 他们都很坦荡,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交集, 只是偶尔在大型颁奖典礼上同台过, 但也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怎么会传出绯闻呢? 虽然杨子和张艺兴的绯闻很不靠谱, 但何炯、黄磊、彭玉畅、张子峰还是有意无意地撮合他们, 因为他们太合适了。 张艺兴1991年出生, 杨子1992年出生, 年龄上很合适, 他们都是顶级流量, 在娱乐圈的地位差不多。 张艺兴不像别的年轻人那么浮躁, 那么贪玩, 张艺兴的事业心很强, 如果真的恋爱, 那肯定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录综艺毕竟只是两三天而已, 不利于培养感情, 而拍电视剧则可能是两三个月, 甚至更久。 杨子和张艺兴在《苍穹之北》中肯定饰演情侣, 那就有可能假戏真作, 非著名渔平人吴清宫指出, 所以杨子和张艺兴的CP粉可以期待一下了, 或许他们会从综艺CP变成了荧幕情侣, 然后变成真的情侣。 至于范围的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张艺兴从来都不是一个在乎范围的人, 他在电视剧《扫黑风暴》中是男二号, 而孙鸿雷是男一号, 所以张艺兴不会介意给杨子演二番, 只要剧本好, 张艺兴会毫不犹豫地参演。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别忘了谢谢,